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出对称的照片 小兔子非常喜欢摄影 有一次他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 觉得非常好看 于是拿起照相机疯狂地拍镜子里的自己 从此以后他对拍摄动物有了强烈的兴趣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小兔子已经拍摄了很多动物照片 有一天他带着这些照片去找好朋友小熊 问他说 小熊 你看看我拍的动物照片 你能找出哪些照片是左右对称的吗 小熊拿过照片 说 来 让我看看再说 说完 他就认真地看起来 哈哈 我找出来了 小熊得意地说 把对称的照片 把对称的照片指了出来 这张小狗 小牛 还有小狐狸的照片是对称的 对吗 小兔子收起照片 说 对了 你还是挺聪明的吗 小熊说 那当然了 不过这几张照片都太简单了 改天我拍一些有难度的再考你 小兔子说 好啊 我等你哦 第二天 第二天 小熊也带着照相机拍照去了 他在森林里到处走 寻找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拍下来 他从早上一直拍到下午太阳落山 才疲惫不堪地回家了 过了几天 小熊把他拍的照片洗出来了 然后从中挑出来几张 就去找小兔子了 小兔子问 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了 小熊说 当然 不知你准备好了没 小兔子说 我早就准备好了 你来吧 于是小熊拿出六张照片 说 你看看这些照片 把里面对称的照片找出来 小兔子说 快让我看看吧 我都等好几天了 然后就 我不能读过 这次照片 我真的看了 潮到差不多了 我都看了 我在这里 会让我来 小兔子 我 cycle 我会把那儿 给你 帮我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朋友们,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个问题,你能回答它们吗? 问题一,找出对称的照片。 问题二,找出对称的照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